学员跟家长各个双手合十 前程祝祷祈福 要把祝福送到花莲 小朋友纷纷捐出了 竹筒铺满的零用钱 要帮助花莲地震受灾的乡亲 要捐给花莲 让他们不要再害怕 让他们赶快回到正常的生活 让小朋友知道说 我们是很幸福的 有能力帮助人更幸福 我们也知道花冬的感情怎么样 比较严重 亲子成长班这堂课叫做拥抱爱 志工教导学员了解爱的真谛 就是画小爱为大爱 除了亲子班 高雄桥头长照据点的长辈 也想要送爱帮花莲 感恩你祝福你身体健康 公司同事一起捐 五毛钱的力量 还有读书会的替代 大家发挥爱心不落人后 那长者呢 他们非常的开心 非常的踊跃 愿意去做这一份的 贡献这一份的心力 尤其余智云又不断 所以很多的房子 可能都需要我们 持续来持援 希望大家的爱心 都能够动起来 以爱以善为保 大家一起来加油 花莲加油 把我们的葡萄 卖出去的所有的银语 全部都捐出去 祝福我们花莲的那些灾民 能够早早能够走出 这个地震的阴霾 花莲强震 透过大家的爱心和善举 要让灾民感受到温暖 不孤单 在新闻高雄综合报导